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Doker 今天咱们这是第四期 今天的内容 大家请看 指定执行的进程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想使用Doker 一般来说 咱们会从DokerHub上面取得一个镜像 取得完镜像之后 咱们就可以使用 对不对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一下 大概的使用流程 今天咱们去指定的进程 指定一个默认的进程 看看该怎么做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给它加空格吧 使用Entry Point指令 咱们来指定一个默认的执行的进程 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的实战演习干什么 大家请看 首先我先取得一个Node.js的最新版 是这样 上期我给您演示的是Node.js8的版本 对不对 其实Node.js最新版出到了13 但是我的课程一般都用长期稳定版LTS 所以说我用的是12的版本 目前咱们用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现在这个命令就是取到最新的版本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 这个地方 我是又进了我的本地的一台 另外的虚拟机 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先执行一下 稍等 咱们先执行一下Docker Image干什么 我看一下我本地镜像都存在哪些个内容 大家请看 Hello World Node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咱们上期用的是这个 Node.js8的版本 对不对 今天咱们不用它 咱们用Node的最新版本 稍等 考虑过来 好 咱们把Node的最新版本 拉下来 Go 稍等一下 这个地方我改一下 是这样 咱们如果用Docker的版本 其实是需要用这个 管理员权限的才可以 好 咱们试一试 Go 正在拉 对了 上期我做完第三期的时候 国内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很遗憾 Hub Docker并不能够从国内直接访问到 是不是 这我就没法给您建议了 因为现在我也不能说 怎么教您翻墙 怎么教您用VPN 这个其实在国内是不允许的 对吧 您就自己想想办法吧 其实方法很多 祝您成功 我的网速今天还算可以 是这样 咱们下载完 今天这个镜像之后 我想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镜像 咱们基本的使用方法 下期 我再给您讲具体的镜像的使用方法 咱们讲什么 咱们向他下载 咱们看 咱们下载完这个镜像之后 干什么 咱们启动这个容器 咱们来执行一下 这容器里面内部的命令 首先说 我是在Linux版去下载的 Node镜像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下载了一个 Linux核心的OS 然后在这个OS里面 又直入了Node.js的这么一个镜像文件 今天咱们就简单的去使用一下 好不好 好 咱们一看下载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不管是怎么回事 前面对着要先加一个 S2 超级观点全线 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刚刚下载的 Node.js的版本 最新版 其实这个最新版 它经常变 对不对 其实我 推荐您在生产环境中 千万不要使用 Latest的最新版 一定要指定具体的版本号 像我上期一样 好吧 这是另外的话题 OK 咱们下载完之后 干什么 首先 咱们启动这个容器 这个容器 我刚刚已经说了 它是基于Linux核心的 那么怎么办 咱们先启动这个容器 然后大家请看后面 我相当于在这个容器里面 执行了一个LSETC 这是什么 这个命令是列出 我的容器内部的 LETC下面的所有的内容 好吧 其实咱们学习这个Linux 朋友都知道 咱们有一个ETC的目录 对吧 来存放各种系统的 系统级的配置 好吧 咱们试一试 够 大家请看 我再给您简单说一下 S2 这是需要关联权限 然后Docker命令 然后我要运行一个容器 然后Run是运行 运行哪个容器 名称加标签 然后后面就是跟 我要在这个容器内 所要执行的命令 RS列目录 列哪个目录 列根下的ETC的目录 好吧 看一下 出来了 这个就是咱们容器内的 ETC下的所有的内容 好不好 包括文件 包括目录 是这样 我想过几天 再给您开一套 Linux命令课程 因为现在Linux 真的是各个地方 Linux非常广泛 哪怕嵌入式都会用到它 我准备再开套Linux的课程 好 再画一个饼 接下来咱们列完命之后 咱们去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去看一下 ETC下面这个主机文件 都有什么内容 试试 这个机会咱们操作 一台Linux的机器 是完全的一样 Go 稍等我清晓屏 咱们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再来一遍 大家请看 我下载的这个Docker镜像里面的 host里面有这些内容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清评 接下来 咱们去看一下 我下载的Node镜像里面 这个Linux的系统的版本号 所以说我呢 用这个Cat ETC下面有一个OSRelease 来看一下里面什么内容 注意看 咱们下载的这个 Node.js的Linux核心 是用的哪个核心呢 注意看 那请看 用是Debian Debian是这个Ubuntu的前身 或者说是Ubuntu的爸爸 是吧 可以这么说 好 那咱们再回来 是这样 咱们去下载Docker Node.js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的标签 比如说有朋友说 我不想用Debian 我就想用Ubuntu行不行 就完全没有问题 它又给您提供了很多的核心的版本 甚至Windows都有 OK 咱们先小讯 马上开始 我的课程不想时间太长 接下来 咱们在这三个 咱们执行的是 这个镜像里面系统的命令 接下来 咱们要执行一些个Node的命令 怎么执行 比如说 我想执行一下Node.js 看一下这个核心里面 Node的版本号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用这个命令 前面都是完全一样 Run 然后只剩一个镜像名 标签 后面 空格 Node 然后是空格 Hyphen 就是这个减号 V 来看一下这个核心里面的Node的版本号 看一下 相对执行一下它 清评 Go 它最新版本用的不是RTS 看来我还得要指定RTS版本 不过无所谓 咱们就最新版本13也可以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Node.js里面的版本号 是真的是最新版本 它不是RTS版 是核心版 有朋友说 我执行这个 我怎么知道是执行你容器里面的Node.js 怎么就不是你本地的呢 好 那咱们在我本地 咱们再敲一个试试看 大家请看 我本地并没有装Node.js 对吧 所以从而得证 这行命令执行的是容器内部的Node.js的命令 看到是它的版本 好 OK 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 咱们不是用这个命令的方式去执行吗 那么我能不能自己去编一个这个镜像 然后呢 也去执行 Node.js命令该怎么做呢 好 注意看 咱们先建一个Docker文件 我呢 先建一个今天咱们课程的简单的目录 比如说咱们就叫R203 Lesson R204 没有问题吧 进入R204 这是今天咱们的课程目录 比如说啊 然后呢 我去建一个Docker的文件 在这里面拷贝上我今天要的这些个内容 好 咱们看一下啊 From 上次给您说过 这个是从这个DockerHub取得最新的 您想要的这个镜像的信息 接下来 这是今天咱们的重点 进入点Entry Point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咱们看一下我这个刚才的命令啊 刚才这个命令 我在这地方需要执行一个命令 然后再指定一个参数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进入点的命令是说 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它默认给我执行容器内的哪个进程 这地方我指定的是Node 对吧 也就是说 当我不指定命令的时候 它默认给我执行容器内Node这个进程 好吧 然后这个CMD可以听参数 目前呢 咱们什么都不填哦 好 咱们这样存盘 退桌 没问题吧 然后 编译 把它编译成咱们本地的一个镜像 镜像名 我叫做MyNode 没有问题吧 然后贴个标签 Latest 可以吧 后面这个点 千万别忘啊 这是当前目录 好 那咱们编译一个 注意看 够 编译成功 怎么叫成功 直接List一下 大家请看 MyNode Latest 成功吗 5秒钟之前 是不是咱们变成功 但是大家注意看 这个Size非常的大 将解一个G 对吧 该怎么解决 这是我下期给您讲解 咱们可以用它最小的 李南克核心 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下期讲 OK 咱们建立了 咱们自己的一个镜像文件 接下来 咱们就要执行 刚才咱们怎么执行的 还记得不 我要想看Node版本号 我需要敲一个Node命令 再跟上它的一个参数 才能够看到 那么现在咱们把这个Node 变成了咱们系统的默认 指定的进程 对吧 那么在这地方 大家注意看 我不敲Node命令 直接敲这个 -V 也能够执行 咱们看一下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从而 节省了那个Node命令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指定了 intro point 对吧 Go 大家请看 我是不是也能够执行到了 跟刚才这么敲 是不是一个意思 但现在就不能这么敲了 现在这么一敲 代表是刚才的参数 现在是不能这么敲了 OK 那咱们再往下走 咱们执行完这个-V 咱们再执行help 看一下这个 行不行啊 help是什么 看一下Node的命令行 都给咱提供哪些个参数 对不对 帮助文件 大家听到都出来了 对不对 OK 咱们要给这个ntro point指定一个默认的参数 也就是说连杠V我都想省掉 该怎么做 非常简单 打开咱们刚才的 我给亲耳评啊 打开咱们刚才的doker 打开之后 在这个地方 咱们填入一个进入点的默认的参数 对吧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敲 它给我执行的是node的控格杠V 好吧 存盘 当然这个杠V是默认参数 咱们也可以覆盖它 对不对 存盘退出 然后编译 go 编译成功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怎么执行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提供两个参数 一个是-i 一个是-t 这个意思是说 交互式的控制台方式 来执行这个容器 好吧 咱们试一试 这样执行 咱们什么都不指定 在咱们什么都不指定的前提下 它会去执行node的-v 大家请看 画面出来的是13 输出了版本号 对吧 OK 如果我要指定参数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我加了一个-help 这是我指定参数 当我指定参数的前提下 其他人 其他的命令都不动的前提下 它出来是help 没有问题吧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今天咱们的例子 会看到 咱们可以指定容器内默认的进程 同时还可以指定 这个进程默认的参数 如果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指定自己参数的话 那么默认的参数将会被覆盖 最后 咱们再执行一个 node.js自己的功能 -e 这是干什么 这是评价咱们命令行所输入的脚本 试一下 大家请看 我执行了这个命令里面 然后呢 我传了个-e 然后呢 我这执行了一个文字串 传入一个 传入了一个文字串 对吧 那么它并不打出这个文字串 而是把这个文字串 解析成 JS的内容 然后呢 去执行它 出来的是hello 好吧 OK 这就是大概今天我给您准备的内容 如何指定默认的进程 包括如何指定这个进程默认的参数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这个在咱们实际工作中是非常的常用 今天这个知识点呢 希望您能够记住 然后呢 课件一开始 我是想把它都转到这个GitHub上 但是这个Doker呢 我已经在这个Git上开了我的课程 所以说 呃 还暂时放Git吧 是吧 希望Git今后也能够更好 OK 那今天的课程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